是直接把一些參數拿過來,而沒有在一個model幾圈 有時候你有很多個,真的很多個問題 那就是不用放在這裏 那接著就是講那個 Encento的Mesa 那這個其實 就是會覺得他說是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就是我們train很多model 我們就是獨立的train了很多個model 好像對同一個walk 然後對同一個walk之後,我們把他的結果加起來 例如說這裡最簡單的例子就是直接 他的predition加起來 就是model average的方式 那這個其實 就是概念上非常簡單 實作上也非常簡單 因為你只要train一個,你train完之後 就是多花幾個 然後把它加起來 那現在其實很多人 在比賽的時候也都是 勸了好幾個 好像做這件事情 做一個every channel 那 這個也是有一些壞處 就是 如果我勸一個model要好幾天 那我勸那麼多個 完全 就是 全部從來 那其實也是非常花時間 雖然簡單,可是很花時間 那 這種方法 它的好處是 是什麼時候會展現 就是如果 他 預測的error 是沒有關係的時候 就是 如果 我們 兩個 預測 就是有相同的看法的話 就是error也一樣 那這樣子 average 起來 它的error 就還在那邊 那 只有 他們的error是比較 一定的 那加起來之後 它這個error 才變小 那其實 後面可以簡單的看一下 其實可以用這個式子 簡單看一下 那 fc on i 因為 它就是 一個model 預測出來的error 那我們現在有k 所以把它加起來 讓我們看它的 它的error通方 是怎樣 那因為像加 那我們 這個 簡單的推一下 然後我們就把它展開 那就會變成說 有些是 varrance 那有些是coherence 那假設如果這些varrance都是 都是這個v 那 因為它有k 然後到最後是 除以k平方 那所以 它前面是向error 它第一向error 就是變k的之一 那為什麼要說 他們一定要以dependent 比較好 那其實主要就是看 第二項部分 那第二項其實 就是 要被error相承 那 它其實就是coherence 那如果這個 越沒有關係的話 那後面那項 越小 如果真的完全沒有關係 那 就是 加了幾個 那直接varrance 就直接降下去 就直接kp下去 所以我們會盡量希望說 券出來的是 A 或是 月底的 大家有需要休息嗎 需要休息嗎 要喝個水 好 那 不曉得 等一下大家有沒有 怎麼比較想討論的 因為我覺得說 如果是照 這個章節 他裡面講的內容這樣講的話 其實應該是蠻快的 就可以講錯 只是我不曉得 這樣子的方式 對大家有幫助 還是其實大家都應該 這邊應該是很幫助 再說 就是說 因為我自己在做實驗的時候 就是說 因為你剛剛說 用l1 可是 好像你剛剛有說那個 就是 嗯 就是 spots的那個 presentation 我剛剛不知道有沒有提出 就是比較 比較好 這樣子 那是不是意味著說 l1就比l2來的 來的 來的 來的好用 這樣子 但是我自己在做實驗的時候 卻發現說 有時候l1 有時候l1給我的 效果比較好 但是有時候 有時候l2給我的效果 又比較好 就是 其實看那個 懷兒 懷兒到底 孤的準不準 如果他真的不是spots的 硬要用l1去做的話 不見得會比較好 那之前l1很紅的時候 就是因為 我們一開始 很早以前 就是大家 會希望做一個l0 就是0跟杯0的 然後 我們 一開始 就是大家 希望非零像越少越好 因為他們在一些 某些情況下 他們的model 其實有這個假設 譬如說網路 某些地方斷掉 可是斷掉的地方 其實是很少很少的 那只希望 說 他的這個 那 裁兒就是說 欸 這個很少的地方 都網路斷掉 這樣子 那 那時候 就是本來是l0 但是 非常難 那 後來大家發現 欸 l1 可以做到差不多效果 然後在理論上 可以做到差不多效果 幫你 optimize 又容易 那所以 有一段時間 SPAs 都定了 l1的 optimization 就非常的晃 大概在幾年前 十年前 四季年前 那 所以 你說 欸 到底是 我用l2還是用l1 就是看 那個 你的問題 真的是要看你的問題 對 如果你覺得這東西 好訓就是高訓 那就應該要用高訓的種 那像 如果你是那種 sode entable noise 的話 那時候 l1剛出來的時候 一些 做一些 人鏈的辨識 還有一些 遮蔽的一些 各種sode entable noise 那種 就不是高訓的 那種 所以他們那種 用l1做出來就超級 就是 馬教授 他們那時候 有做 用l1來做 一些bass 相關的 因為他們的 noise 就是 遮蔽 那種 認同 你把他拿到什麼高訓 所以主要真的是要看你的問題 那對問題又要好瞭解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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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是不是很清楚這樣子 那個 prior 我該怎麼去 就是說 我不是很清楚你指的 prior 到底是什麼意思 prior 是在機率室內 不太曉得嗎 不是 就是說 這個東西可以參考 l2應該是 比發展相對比較成熟 對 所以 在更古老以前 應該大多數都是用l2 都用denalty的方法 然後後來還用l1的方法 那l1你可以看成是sparsity revaluation的一個特例 那這個其實是 就我得知道 這其實是有生物基礎的 在大腦裡面 神經元運作其實是有sparsity 有這種特性 它就是不會整批大腦全部點亮 它只有很散步的幾個neural 不是說幾個 就是相對不是 不像我們這個RTP的neural內容 是整個動起來的 但是在生物腦裡面 它是這邊亮的話 它周邊的是會被抑制 所以它其實只有sparsity的特性 對應於生物腦 它這邊是有無限的一套 那我曾經看過一篇 在講這個Norm的paper 它 因為我沒有細看 但是它claimL1是比l2好 它說 它意思就是標題 大概是l1才是future 然後l2是過去 那是不是真的這樣 那我就沒有辦法 跑掉了 但是那個paper的作者是 做這個領域的滿權威的一個 您參考 你剛才講到說 在實在裡面 在實作裡面 就是說pire你怎麼 你如何去了解pire 你在實作裡面 例如說像說我們剛才說 人臉辨識的問題好了 這樣遮蔽的 絕對跟原本的指 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那有時候 那像說如果我是做跟影像有關的話 那我可能就在看說 它senseur的特性 它到底nose 到底是怎樣加上去的 可能具有些兩側 然後才能去想辦法說 這個pire到底是什麼 那像剛剛我講的另外一個問題 那就是跟senseur不關的 那個就是 可能是比較直接用想的就是 我加上去的東西 跟原本的東西 其實沒有correlation 一點correlation都沒有 可能是一張白紙 還是一個什麼東西遮住 那個值就是不會說 它那個 不會是一個z弱命高旋 那 所以要對問題 找那種 惡狂懷惡是什麼 就是 也是很費工夫 就是你要 如果你是一些 儀器的話 你就要做兩側 像說如果你是 一些 放射音樂群 你可能是要打粒子 那你要去算說 那它的那個a 什麼 所以你pire還是要照 sampling的方法去 就是 就是量測 就是很多的量測 以後就找出來它的分布這樣 這樣子比較好 不然的話其實 就只能看結果 結果分別的話就是 我選幾種 這樣子可能就是比較 沒有理論根據 沒有實驗基礎 我問一下 那像有兔爾法 它聖部的話 它的weight 在更新的時候會變化 weight在更新的時候 因為通常在更新的時候 weight都是固定 那個 一個hide 所以bile才是一樣 你的那個是α 才是固定 weight是會變化的 weight就是 l2其實就是為了做rescaling 所以會變 會變小 沒有 看它是pay node底下 它是加了l2 弄是不讓某一個weight突然間變很大 他如果有 你如果看那個林軒 他說如果某幾個weight 他其實他weight會變得很小 你會變得就是 一直往那個地方跑這樣 所以他去叫l2 node 但是他卻一樣 他一樣是做gradient 一樣weight 一樣是照那個backplot 一樣是這樣改 他只是限制他某一個 他不要讓他weight 不會有一些weight突然間 就跑到很大去這樣子 嗯 如果您剛剛問的是 他weight真正的值會變化 那就是我剛剛講的 其實就是會做一些rescale的東西 那 我剛剛不好意思 有搞錯了 沒問題 那接著我們大概看一下drive 那後面 其實 就是後面投影片 我們準備的沒有很難解 那不曉得大家有什麼直奔 或是 我等一下可以開一下pdl 那就直接講好了 那其實drive out的話 嗯 我們先講說我們一個 Nuronet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那drive out的話就是我們在 在train的時候 我們會說某些node不要用 我們把某些node拿掉 就是這樣子 那一開始要怎麼來解釋這個 這件事情到底是在發生什麼事 因為每次我們在train的時候 我們選丟掉的那些node都不一樣 那我們就很像說 把各種組合的natework都產生出來 那這裡本來五個natework 我們可以 我們因為丟的node不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產生各種natework的組合 那其實我們就是 對應到我們剛剛的 ensemble的一個觀點的話 那這樣到最後train起來 那加起來 他的bearance是會往下降的 那如果單純的從這個觀點來的話 就是一個很ensemble的方式 那其實drop out要使用的話 應該還算容易 就是 我們在training的時候 我們決定了 要留下來的機率 像這裡是留下來的機率 那有些人是會用丟掉機 那這裡留下來的機率是p 那我們simple完之後 我們就去做training 那training出來的weight 我們在test要用的時候 我們再把那個機率承上去 來做test 那所以我們其實這樣drop out 然後 雖然我們是 剛才拿很simple的觀點 好像是我們去evaluate很多個subnet 那實際上其實我們在test的時間其實差不多的 只是多了這個乘的過程 就是多了這個乘的 你要整理一個p 那其實還有一個更簡單的方式就是說 因為這個p在training的時候把它處理掉 然後在test的時候之間 那這個在那個 在一些科普教學或史書上都會有介紹 就是在test的時候那個p其實是可以拿training的時候 那時候去除 那時候去除掉 什麼意思?你可以再講 有test的什麼? 有test完以後的正確率嗎?還是什麼? 就是我們drop out 就是丟這些 就是hidden unit 我們丟掉之後train 這些weight 會變得比較高 因為我們用了比較少的unit去做比較強的事情 然後其實 就是後面點會有一個大概的推導說 為什麼我們要taste的時候 要把這個比較高的weight往下壓 對 那可是這個乘1p的步驟 我們可以在前面一步 在training的時候做 所以我們在training的時候 就train完了 然後出1p 那時候出1p W直接就去 一些課程 大家有沒有用過 像那個cs231 他們也是會介紹到這個 使用比較實用的部分 這邊我想請教大家 有沒有用過 TensorFlow 或其他的 它其實它在裡面 它就有 可以讓你設定drop out的一個機率 比如說你在training的時候 你就可以設定drop out 然後test 你可能drop out 就不用設定 但是在這個時候 W需要去乘它嗎 一些framework 大家有沒有用過這個經驗 沒有 沒有去特別去乘這個 像裡面會設定好 對 但是它是說 它現在是不是說 對 就是說它自動會幫你去 處理掉這個嗎 沒有人家要收拾頭 要 收拾頭 我覺得Keras好像不會 Keras自動那個幫你 好像很有做 做那個rescale的動作 希望 可能這樣 可能這樣 如果要注意 如果自己實做的話 自己實做的話 就是自己要做一個weight 然後或者是說 用第一個方式 在training的時候 把它弄掉 這個weight scaling 其實它在課本上有推導 那我就直接把它列在上面 讓我來看一下 那它用最簡單的就是 soft mass soft mass 這個東西 來做一個 做一個分類 那原本的soft mass 在這邊 然後有一個weight 跟一個factor 然後我們drop outfactor 就是這個b drop outfactor 然後 這裡就是做一個變成的 我們要做這個sum mass的話 那我們需要把它 就是做一個none nice 那 上面這裡是none nice 那 這邊 推導 有一個地方 它其實是用 那個 集合平均 就是把機率乘在一起去做平均 因為如果你把它想做是 很多個不一樣的sum mass 這裡第一 其實就是一個simpling 的一個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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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所以 不同01 它這裡n個none 那所以這裡就是 其實就是 一個n位的vector 然後 它這個就是 不同的sum mass 多起來 所以其實會有 2n次方的東西 乘起來 那做一個集合平均的話 是在開2n次 更好的 那其實在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方式的話 那它其實 推到最後 就可以看到說 我們為什麼要 把那個vector 再沉入 它的simpling的幾率 因為其實 這裡其實就照它一步一步 那特別要講的就是 這個dln4 大家如果了解的話 應該看下去 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 它其實就是每個unit 有或是沒有 並或是一樣 然後 第二個重點 就是 這裡有一個集合的 me 集合的平均 然後 我們把sum mass 帶進去之後 那 就是可以 一直推動下去 對 因為現在都是 裡面都是 箱層 所以是 這裡面 做的事情 就是 比較容易 不曉得 大家在看這段 推導的時候 有問題嗎 這個應該是 近視 應該不是 下一張 下一張的第一個 等到 那個應該是 近視 應該不是 應該不是 等 那些人 你 說 今天 都 在這兒 如果是這裡的話,其實是它第1個啦 我不是說這裡,我是說下一個時代 下一個時代的 你說第幾個? 第2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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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應該是近似的或是相同 上面好像是soulmax的分子那一項 對,上面好像是分子那項 因為它對的是y 它是對某一個y 然後下面的話 下面 它自己把它第2下是把 把那個分母像給省略掉 可是它這裡是 這兩個是一樣的 對,這兩個是一樣 我講的是第1行跟第2行是一個近似 可以請Jason再幫忙講 因為我看起來它是就是soulmax 然後對y那一個 所以下面把它夾起來之後 跟它第1個式子應該是 對 所以我就是可能如果有什麼疑問的話 再歡迎大家討論一下 對,我在看一下 好,那其實第2個這個y 第2行這個就挑口 就是其實比較明確的就是第三 第三式這樣子 那它現在就是乘法 所以再繼續做一些簡化 那其實到最後的話 它的這個下面這個分子就是 沒有去 它對這裡的話就是針對 只是看一個正比的關係 那像說我們說這裡simpling 這裡simpling機率是1 2分之1的話 那這樣子加起來 那這種其實是各個組合這樣加起來 各種組合加起來 那如果simpling1 2分之1吧 它加起來的話就是2的n次方-1 那它2的n次方-1 它放到分子 然後再除下來 這裡就變成那個機率 那所以如果是在sobmass 它這種呢 會scaling 就是還算 就是 就是直接可以這樣推倒 難道 那可是如果是其他方式的話 那它也是可以用這個scaling的方式 那可是它要證明 就是跟它原本想要的 就是 就是要做這些證明 可能就很困難 那當然它們就是有做一些實驗 就是drop out 3天 paper 14秒 paper 他們有做一些實驗 就是跟一些 用機率的方法 去升防那些sound network 那做一些實驗 看一下說這些實驗的結果差多少 那其實這種 很簡單的會scaling 其實就是還不錯 那如果是在sobmass 這個特地的話 就是比較容易表解 那剛剛推倒是這樣子 那如果用ensemble的觀點去看的話 你路上 你比如說你丟掉的東西 比如說你keep的機率越少 它事實上被變成就是更多根嘛 對不對 你的機率越少 那如果是用ensemble的觀點 如果 譬如說它如果是一半的話 等於就是 是不是它是用兩個的觀點 兩個model 是嗎 不是 就是還是那些simpling出來的加在一起 那只是它們 到最後它們 你說每一次是用不一樣的嗎 對 每一次都是用不一樣的 其實這個跟ensemble還是不完全一樣 因為ensemble還是獨立train 然後它這個不是 它其實就是邊train 然後邊幫我們加起來 然後它們的parameter也是共用 所以要test 要train 然後它這個 都是很節省時間 所以大家會覺得這個東西很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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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nose 在這個hidden的unit上 有時候有這個hiddenunit 有時候沒有這個hiddenunit 所以你可以用nose來看 那剛剛也講說 它們一開始就是想說用ensemble的nose來看 就是 它其實就是很多subnet加起來 那它其實也有parameter sharing 因為它其實都是 都是都有用在一起的 那所以這個其實 你說要歸在哪一類 其實它跟三類都還蠻有關係的 然後 也 剛剛U10也提到 就是tester training 然後 這個 用法也是蠻簡單的 要不要休息一下 然後 大家看看 等一下 有沒有什麼 要討論 要不要 十分鐘 resort 要來 與錯 表示 關我 事情 谢谢大家